欸對 好像是這個 簡單的一句話 你也是要搞成這樣嗎 沒有啦 因為這個喔 通關好像把四個字的全都不用完了 對啊 不是 我 這就是我以前寫日記的風格 所以我說 我 上一次你們要我來上 我就覺得很 我一定會讓你們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就沒有 所以你整個人真的日記的 都 走 走 走這個 路 路 無限 沒有 沒有 我 我還有更深的 欸 他 他有這個路線啊 躺在三條椅子上 想到紅高粱野河的自然脈動的狂野 膽大妄為 想到疫情在描述情欲深處 男女激動的湧動 極如狂風奏不可湊拍 靜止十六合沉浸 乾坤不止 他就是性肌渴嗎 你為什麼會這麼膚淺啊 這個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情欲就是一個男人 寫日記當然是七情六欲就選人 但是怎麼樣去表達他 以後多年以後看 會有那種感受 我覺得不這樣寫 我 如果寫得太白 我以前都會覺得寫日記的男生很黏 你覺得你老了以後看這個會開心嗎 對 真的啊 我是真的這樣寫 真的 你那個文章一點都不黏 我真的以前會覺得男生如果寫日記好黏 可是你這樣 沒有 因為我的日記就是一直在反省 然後就是在尋找很多 有啦 他有一些生活化的事情 生活化 有嗎 五月二十四號 清晨起來全身一陣酸疼 因為昨夜病了三張椅子睡 而椅子高低不平 睡起來眾心不知道要放在何處 好 這是五月二十四號 到了五月二十五號 昨夜大概睡姿不良 整個身體被三張椅子架著 而椅子互不同高 一樣 一樣 因為我那個文體落差很大耶 一樣床 一樣寫三天 而且他就是換個方法講一樣的事 對啊 就是三個椅子高低不平啊 你明明第一天你知道三個椅子高度不同 那為什麼感覺 你幹嘛沒辦法 你還在寫 我換句話說 喬燕子 喬燕子是個結論鬼 就是我剛才寫了一半個片 他說那就是 信心一格嗎 這樣換句話說就是椅子不平嗎 沒有 其實 就是當兵的男生 當然 都會 都會想嘛 都會失春 這是正常 沒有啦 其實 我想我弄一個 就是如果這個畫 你看 這個漢諾瓦階 看我裡面看過 真的 就電影的漢諾瓦階 那我看完一部電影 我就會畫起來 然後 譬如說 我看到中楚紅的《異亂情迷》 我就畫了一個中楚紅 OK 所以其實只叫畫女人的胸部嗎 我沒有畫女人胸部啊 你有胸部嗎 你本來想說找到知己好好聊一聊 結果 還給你吃到這個機會 當然 我覺得靜朱澤是記錄的 是不是 欸 徐森弟 他畫就不是畫裸體 對 這個是啦 是 他很有感覺 沒有 當然我覺得 好 女王小琦 這日記可以這樣在上面畫插畫嗎 就我以前就很愛畫畫 所以我會寫這樣 然後在旁邊自己畫插畫 OK 可是這個是會給老師改 所以老師會畫後面寫平 你這時候幾歲 國一 聽小琦這日記好多字喔 就是好多字啊 對啦 因為我那時候很崇拜舞蹈老師 所以我都會那種 我是愛慕老師 然後我就寫很多愛慕的那些事情 妳好像愛過一個請教官 對 真的 多愛 對日記裡一直在寫他嗎 呃 我 還好 其實就是我 那時候被人家誤傳 以為說我是 愛他 可是我卻每天都寫信 每一天會寫五六封信給他 然後到他的桌上去整理他的桌子 然後幫他倒茶 可是好像他都不敢喝 因為他覺得我有點問題這樣 他怕你把他民婚嗎 每一個女生都會經歷這個階段 真的嗎 會突然很崇拜某個女生 真的嗎 真的嗎 為什麼 就以前我也會很崇拜我的舞蹈老師 可是你要我真的跟他發生關係 因為我也沒辦法 就純粹很崇拜他而已 就是因為他感覺給你安全感 就可能是某部分很強 可能舞蹈特別厲害 那類的 所以黃國倫很崇拜你的人 你並不能夠跟他發生關係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問完這個問題的出發點 應該是說 所以那些崇拜我都沒辦法 是這個意思吧 湘悠 你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 我只是要防替你做出傻事而已 好 不過 我聽小琴的日記當中有一個你們女生大概常常做 就是研究自己的愛情招數有沒有進步 哇 來 六零七香 這一次暗戀讓我更成熟了 以前對付誰誰誰的時候 我都不懂怎麼抓住他的心 可是現在我慢慢在進步了 這可不是我一個人在單戀囉 我想是以前那個誰誰誰條件太差了 所以看到一個好的女孩子走過來 就沒有什麼好的反應 所以根本就不必跟某某某人去爭吧 只要擺出自己真誠的態度 再有一點氣質 不要像那個某某人那麼 咿咿咿咿 因為雙子座的人 就是如果不新鮮 他們就不玩了 所以妳在研究妳的戰略 這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件事情 然後我剛剛講那個誰要贏他 那是我的同學 因為我叫他跟我去上舞蹈課 然後呢 因為那個老師就對我的同學很好 可是我就很不希望他去上 所以每次我都阻止他說 你這樣腳今天有點不舒服 你就不要去上課 因為他就上課 老師會跟他講話 你愛老師 對 我喜歡 他就不理我 所以我常常說 那個同學不要一不舒服啊 或者什麼樂師來 我說你今天就不要上舞蹈課了 這樣沒有關係 好好休息 所以那天是怎麼樣 那天是他跟我說 他就不去上 就突然間他就很開心說 我們一起去上課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他很壞 他很有心思 他只是想跳個舞 你把人家講的聽 今天九點的時候 我穿著黑色亮布的吊帶裙 跟一件黑色特製的上衣 顯得可愛又有氣質 像一位名模 全身黑色的喔 吸引了非常多的目光 在目光從聚之下的我 知道小龍今天會來 果然我看到小龍來了 興奮之下的我 衝過去叫他 後來我最記得小龍說 小琴 以後你自己來 不要媽媽陪著你 這表示他在爭取 跟我獨處的時間 你這個人也是想蠻多的 我心想很多 好啊 所以日記標示了成長的歷程 除了黃國文的之外 沒有啦 我恭喜你 就是你當初做人生抉擇的時候 結果最後就覺得 選擇了最對的路 對 你現在不寫了吧 有對嗎 現在走去主持人那邊我不知道 那今天很感謝各位 這麼珍貴的日記給我們看 我們不會洩漏出去 不應該洩漏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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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